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毕竟这些都有通用机芯可以使用 相对来讲 取得的成本也比较低 就算是有即时马表功能的新兴品牌 一般都使用了SEIKO的VK64 使音机芯 或是录制的ST-19 手上链机芯 那如果要用到瑞士制或自动上链 即时马表机芯 那价格就会非常的高 消费者的购买率也会降低很多 那后来SEIKO也推出了自家的自动上链机芯 NE88 虽然说价格没有非常的便宜 但是对很多玩家来说 比7750这个机芯还要好 那今天要介绍的品牌 就是使用了 NE88自动上链机芯的Soldat Soldat这个品牌创立于印尼 创办人Jesse J本身也是一个手表玩家 那也跟很多的品牌创办人一样 一直拥有一个自己的品牌的梦想 终于实现了 那目前Soldat只有第一款系列Promessa 一款以复古风赛车为主的赛车手表 那比较特别的是我发现 最近很多品牌都选择了日本制 不只是机芯 而是整个表壳跟组装都在日本 毕竟大家都知道 日本人对品质的要求 绝对不输瑞士或德国 而且也可以在手表的做工上看得出来 那就连表壳也花了很多心思去设计 表壳的材质是钢琴木 摸起来非常的好 今天要开箱的款式是Promessa Comet Red 红色面盘 大家也知道红色一直以来 就是跑车的象征 而且最近我个人也在找一只 好看的红色手表 Promessa的表壳设计 采用了70年代的筒型Cushion Case 表壳的做工很细 虽然说有很多线条跟角度 但可以看得出来 打磨一点都不马虎 表壳的外圈抛光抛的非常的亮 Promessa的尺寸是42mm的表径 乘以14mm的表厚 然后50mm的表长 虽然说听起来很大一颗 但是戴在手上并不会太大 就像我常说的 Cushion Case没有表耳 会让手表戴起来比实际上的还小 14mm的厚度 14mm的厚度 毕竟是使用了即时马表机芯 都会有一定的厚度 除非是高阶品牌使用了自制机芯 Promessa总共有三个颜色 Cama Red 红色 Tru Blue 蓝色 和Green 49 绿色 这三种颜色的面盘都使用了Sunburst Style 旭日纹 要把旭日纹做得漂亮非常的难 有些品牌或做得太亮 但Solded的旭日面盘做得刚刚好 不会太亮也不会太暗 计时盘的配置为 3点钟方向是秒针 6点钟方向是12小时计时 9点钟方向是30分钟计时 左右两边的小秒盘都为白色 而下面的12小时计时 是跟面盘一样的颜色 N188的配置跟7753比较像 而我个人最不喜欢的就是 7750的配置 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平衡 把手表翻过来 可以看到背面是不锈钢背盖 看不到机芯 但是说真的 N188通常都不大会有太多的打磨 所以外观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欣赏 除非你就是喜欢看到机芯的结构 N188的机芯使用了垂直离合器 Vertical Clutch和导注轮 Column Wheels 这两个系统是非常的精准 也不会像有些计时马表会有跳动秒针的情况出现 而且每一个导注轮都必须用手工完成 避免任何细小的杂物掉在里面 N188的油丝使用 N188的油丝使用Sprung油丝材质为固而捏的混合金属 耐用度也比一般的高很多 Column Wheel 另外搭配的表带是红色与白色的NATO 其他两个颜色都搭配了真皮表带 我客人觉得Cushion Case配上NATO带起来蛮好看的 但是因为表壳有点重量 如果你NATO没有戴得很紧 会造成头重脚轻 手表会在手腕上滑来滑去 Permesa的定价为1149到1249美金 以N188机芯的手表来说一点都不过分 甚至比市面上使用这机芯的表款便宜许多 好了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到Soldad的官方网站去购买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